两棵树的时候 我们就再画一棵树 用笔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书写性 实的这笔是 这笔就虚的 注意个对比 这是主干 这是细枝 我们再往上升发 再往上升发 继续升发就是了 是吧 再看 再往上升发 再往上升发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 或者叫怎么样 春树 春天的树 春天树 我们夹着小点 就马上升了春树 这就叫枯树 这叫枯树 我们再画一个 叫寒林 大家看 要注意前后左右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学会用课笔 用课笔去画 再往上升 感谢观看 有刻比 这个地方 写之叫内置 应该内置 画树的方法 也得注意体感 刚才说过体感 转折 轻重须积 与什么有关系 戴结论 与结构有关系 是不是与结构有关系 我们要画一个 所以说 这个画面关系不好了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画一个树 这个 这笔 是左前方的 是不是 大家记录 左前指 我从这个画 这后前指 是吧 后指 后边的 是不是 大家比方 我在这儿再画 大家看 这个开 差点那么开 这个质感就是前边的 前指 它数分次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右前指 我在这个 这个数分次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种数分次 我能去画的时候就 很简单的 千后左右的关系 你注意春擦 里边还要注意春擦 这叫什么啊这样 下去 下去管道 这就错了 这就错了 不能画成这样 里边要有听 要有春擦 我们建那个 在太阳山上建的树 那春擦什么 就是那老树坯 所以我们画树的时候 没有画小树的 大家 谁愿意画小树 没有喜欢小树 小树 当年生的小树 非常至内 非常至内的东西 浅薄 我们需要画那种老的东西 所以我们为什么喜欢传统 为什么老教喜欢喝普尔 普尔就是那种感觉 非常厚 有味道 为什么叫做老教 老教化 教也是一种学味 里边有味道 所以这个很年轻的 很嫩 就没有意思了 文化的东西 肯定是老的 肯定是厚的 科技方面的东西 肯定是新的 我们是学习文化的 注意老 虽然这就什么都不是 你看大家看 这个有体感转折 丰富变化 这个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们在通过 这一堂课的 这个教学 你们如果再犯这种错误 就是没脑子 或者你们这一辈子 就不要去当画家 老师是示范过 说过了 数分四支 什么是数分四支 就是前后左右的关系 这前后左右的关系 通过什么来表述的 是通过笔墨的提案 转折 轻重须急 来把这个树干 右边这笔是诗的 这笔是诗的 这笔是诗的 诗的什么道理 这个树就转折过去了 按 就是按西化的解释 按部就在这 这个光面就在这边 它有个虚实变化 如果我们是 右边是诗的 左边也是诗的 都这样 就成下去管道了 大家记住这道理 所以有个虚实变化 有个干湿变化 当然 都怎么有那么干湿变化 也不好 看大家这一笔 这两笔就没有虚实变化 它是给它形成对比的 有大关系小关系 再一看 再一看 这出细致的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 双钩 这个地方是双钩 到这个地方就是单钩 这是双钩 这是双钩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细致 这是什么细致 你们大家要弄清楚 这是粗致 细致 粗致的双钩 细致的双钩 也很弄清楚 这个 这个大干的时候 不只是要有 要说双钩 里边还要有村叉 这就变化起来 细致单钩 都能分析下去 挺有意思 是不是 我用这理解一下 这是用笔的变化 竖的画法 注意轻重虚极 虚实干 干实的变化 这么大一看 大干 双钩 加村仓 加上一定加村仓 粗致 双钩 细致 单钩 这个数据画得来 加上村仓 这竖的画法 行了 这个完了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个 北派的那个 那个山石的画法 我给大家 画一块 画一块礼堂的石头 就是披 那个抚披寸的东西 是抚披寸的 还是有个压不寸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笔画 大家看一笔画 是这样 这一笔画 sl试着 是这样 再捡一笔画 我一笔画 但是我看一笔画 就当捡一笔画 在这两笔画 就像交换一笔画 我 Pathfinder 感谢观看 老师写上的一样 北派扶屁村示范 还是中性吗 压嘴逼法 这个石头的时候 它给我们的美学意向是什么 痛快令地 这就北派 一笔就把它画完了 我们刚才画南派那个 匹马的时候 画了九遍 十遍 十八九遍 我们用了 那一张画 都用了二十分钟 没画的好了 再个两分钟 打个比方 这是北派南派的区分 北派讲究一个痛快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 也得讲这个痛快 当然这个痛快 是在书的基础上 最痛快 我们这个石头 把它画到二十分钟的时候 这个石头那感觉没了 所以你们就要记住 能放能收 能大能小 能快能慢 这才是一个 符合于老子 所说的道理东西 能阴能阳 这个道理是这样 能大能小 能北派和南派 都结合起来 不能我们老实话语 尤其是做一个老师 这是第一遍 第二遍的时候 这个我干了之后 我们再去分拦一下 所谓的古法 强调古法 腐皮一定要强调古法 北派的山水 一定要强调古法 南派的石上水 强调什么的 强调肉 丰富性 这种润的东西多一些 我们看南方的 为美的东西 是秀韵的东西 所有秀韵的东西 都胖的 像我们现在 现在欣赏美的东西 打个 还是 女孩为表述 南派的山水 就像 唐朝的那种 杨恶飞那种 丰满的美 这个北派的山水 现在欣赏那种 欧洲那种 模特儿 不敢美 他讲句古法 但是这个 比方不大恰当 就北方南宁那种 大驾 比较有 北派的东西 先强调这种古法 强调书写性 第一让你感觉 现在痛快 不能又半 半吃半豪的忧郁 不能忧郁 一定要 趁着痛快 一定要趁着痛快 现在古法 第二遍的时候 第二遍是纷然 第二遍它是纷然 招着关系 组合画面 这点非常重要 第一遍 Zombie 这样 第一遍 我们 Crainer 你说 说 二遍 了 does 这些 强调起舞生动 这个多谢 一笔画 现在不干 不干我们现在不敢动 不敢动 还是不干 一动就跑 把毛笔洗一下 弹幕破一下 破一下 我们画这个石头 大家想去哪儿来的 是不是想去太阳山来的 太阳的石头 好 没有 感谢观看 一定要强调竖写 第二遍第三遍 不管是第几遍 只要毛笔落在纸上 一定要强调竖写 没个点子 没根线 一定要斩进截铁 这盖流白的留着 不要老追求那种 那种湿漉漉的感觉 是吧 大的口味关系要留着 该染的染 该留白的留白 包括局部的东西 该留白的要留白 第一遍 第一遍那个古法 那个书写性 那个气韵生动的东西 要留着它 我们第二遍 第三遍 把第一遍给压住了 第一遍美好的那种 那种书写性 我们叫伤不 伤不起 你再记得 不能双目双鼻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就第一遍和第二遍 不能打架 好的东西留着它 这道理 整个的作品 我们就算完了 真的话 还是很痛快的 好了 这道理 我 我 听 复